是Joytoy最近推出的 Mohama系列推出了很多款 本來Mohama的故事框架很龐大 龐大的地步就是你不是粉絲 我想你幾難不明白 這個事實,因為你作為戰棋系 是一個超級究極成功的品牌 IPL很厲害 所以我只看到Walhamma之下 我只認識這麼多 Ultramarine聽聞是很出名的 在他們玩戰棋裡面 這是一個很強大的步驟 我一定是聆聽的 我完全是聆聽專業的評述 所以我不再說了 因為我們知道就說換句了 因為廠方借給我們拍 出了沒有? 我猜是出了 因為現在這些貨品都是一大堆出的 所以他們就應該不是還沒出售 所以應該就可以賣了 這一次又是一比十八 一比十八雷公司很大 這是一個獨立的角色 應該是另一個是德國 Primaris Chaplin Brother Virus Virus 我們只是選擇讀 應該是一個讀定的角色 如果有師兄玩在Walhamma 即是看看我們 原本我們曾經嘗試 如何擔心 直接看看本身這次一比十八 這一個Baddle Rum 整件東西 你會見到上色 一些雕刻 我用很分明來形容 它的顏色一來實 而來本身的Color Tone 你會見到整隻東西 是任何位置 都可以很清晰和很分明 看到它的分野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它用得一個油的方法 是很像Walhamma的方式 我雖然真的不太熟 但战棋我也經常在八卦 看看高手 你知道有些店 現在大陸是很興盛的 香港就好像中油 其實那些老師店長會教你油 即是導你落坑 但那些真的是白鐵來的 不是樓 其實後期是出了很多啤件 但無論是白鐵啤件也好 其實也有困難 但那些店長通常一定會油 他們就會教我們怎樣油 我看它們油是很漂亮 我覺得風格廠方面 就能保持到那種 以雅式為主 以及高崗一銘位是比較明顯的做法 你會看到一些細節的文字 都會很清晰地看到 我亦想說一說 你看看後面這些 我叫背囊的引擎位 細緻到你會看到 本身應該是打到銀底 然後上面再拉一些 我叫黑色 整個那種金屬感 小小的引擎位 都可以表達出來 當然不用說 就著書包的上色 陰影線條 都很精美 連那些裙的邊 都上了色 將立體感更加明顯地表達出來 多少錢 我猜三百至四百之間 我猜 因為你說二百多就不行了 因為它這種複雜的 賞識方法 以及這麼多配件 我想說我幸好沒有落坑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如果玩開的師兄 如果是玩Wohama 他買一隻棋不貴 但是他要游在時間心力 其實隨時比一隻貴 比18的生活 就是等於砌模型一樣 對,因為適合那些懶貴 對,即是適合我 馬上移動一下 它有甚麼可動 我放下它的拳杖 因為造型關係 我又不敢說 它的頭的可動性很高 略略是向前和左右 手你會看到 有個很漂亮的甲 甲其實都是 中間有一條軟膠帶 在這個肩膊的位置 變了少許障礙 但是因為你看到 它的肩關節設計 它是稍微像一些 大家平時見到的 出入金或是robot 雲 可以有一個 很明顯的 向前動的肩關節設計 雖然沒有做到甚麼修飾 但是在可動性來說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正常模型的橫切 至於手腳方面 就用了蝴蝶膠 所以變了它 也可以去到90度 手腕就這樣左右轉 雖然是一個ball joint 但是這個位置 不會特別有很多空間 所以變了 動就不敢說 可以動得很誇張 但是一般都滿足到 大部分的玩家 到腰部 雖然你見它穿了衣服 其實它也有拉開一點點 它中間的腰部位 是零零射射做了一個腰關節 所以變成跟平時玩SHF一樣 腰薄胸 和腰薄褲 令到它有不錯的可動性 前面這個袋 零零射射是一個 Extra的部件 可以作為一個裝飾 和遮瑣用 非常英俊 軟膠的裙 再揭起它的底腕 你就知道它本身 腰以下的腳關節也好 大腿關節也好 可動性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屈曲來說 雖然是狐獵關節 但還是去到90度左右 腳腕 因為本身是一支柱 連接小腿和腳掌的球形關節 所以腳掌和腳腕可動性是不錯的 貼地性也很好 加上鞋頭 亦做了一個向上移的關節 所以 三九幾歲這樣的上色 又不用怕扭爛 What do you want? 看看配件 阿德哥說的顏色 其實在身上的胸口腰帶 已經說得很清楚 上色的複雜度 如果你簡單看一看窗 你也看見 其實骷髏骨頭和槍身是兩隻 應該都要在廠商生產 都要處理一下 你也看見沒有飛油或出界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做得很不錯 還有 剛才你說的關節位 鬆不鬆? 阿德哥你覺得嗎? 我不敢說緊 但是 我玩玩具很簡單 是 都可以 在腰上伏下伏下 但除了腰 其實都不算鬆 這次它有一個電台座 之前有沒有的? 覺不怪你 我沒有留意 因為其實你真的玩戰棋 每一隻都有一個台座 你先撇除它有沒有用 但你玩Warhammer 做Display 這樣才像樣的 這個系列會不會吸引原先玩戰棋的師兄 去買這個 在貪方便 但相反的尺寸就大了 大了五、六倍 適中 1比18 我覺得這些玩具 加上這樣的設計 有玩Warhammer 如果這個系列會不會挑戰到阿媽的系列呢? 因為Warhammer 它是優惠 它這樣出發 我看見它出了 可能也有100款 起碼 這樣出下去 其實可能會吸引了一群 原本打開粉絲去收藏這些 也不奇怪 不過老實說 你三百多 最初以為沒什麼 接著出了一百款 那裏都三皮 但挺適合現在的人的後台 你問我是Warhammer 四萬粉絲 選擇不多 如果你說玩具 暗緣 最主要現在是麥花嶺 有沒有第三間? 沒有 不計白鐵的生產商 跟這個啤膠的不可動 成品大多數 看到玩具是低於幾家人 我差點不及麥花嶺 但麥花嶺一定出不大 但它更便宜 它還要再便宜 認真不差 大隻一點 百多元貨 但認真說細節 再胎贏了 再胎贏了 贏了幾條街 還有在那裏 那個營 就是在戰棋的風格 知不知道誰是最出名的 Warhammer粉絲 誰? Henry Cavill 超人 他說參賽的 是嗎? 他會自己游冰仔 是呀 我有看 很專業 我相信 始終會看到真人版電影 這個 最不像宅男的宅男 最不像宅男的宅男 他們應該在酒吧 我想說最不像宅男的宅男 是 糟了 是外國人 One Piece那個 主角 綠頭髮那個 叫什麼名字 那個演員? 是的 那個日本人? 是的 真什麼 我馬上說不回名字 怎麼了? 他也喜歡動漫東西嗎? 他是Pokemon的冠軍 蛤? 蛤? 是神人 是的 他演員很英俊 所以 Walker玩玩具都玩到出神入化 同級數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都這麼英俊 最後見